70歲的呂先生正在接受 每週兩次的心臟復健 剛開始的時候也是會擔心 每天都在做 慢慢就恢復 隱患就對我有好處 一個多月前 他才因為冠狀動脈嚴重阻塞 接受動脈繞道手術 當病況穩定後 外科醫師將他轉介到復健科 接受後續的治療 其實走路就算運動 然後等於體力比較好之後 我們會加上一些像是下肢的腳踏車的訓練 甚至到最後還會去走一些階梯 復健前醫生會替呂先生 進行心肺功能檢測 了解身體的狀況與運動耐受力 並且設計一套專屬的心肺復健處方 處方中會設定每次復健時的強度 時間最大心跳等數據 能夠確保在安全範圍內 增強心臟與全身肌肉的力量 達到有效復健的功效 開刀的手術 還是心導管的術後的復健訓練 其實都會加速他們的復原 其實他體能會比完全沒去做的 大概會好了百分之三四十以上 再住院的次數 以及心臟病復發的機率的話 只有每做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已 運動時血管會釋放出 一氧化氮等物質 能夠抑制血酸增加血管彈性 提升功效 而規律的運動也能夠減少 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因子 研究證明接受三個月的心臟復健 可以降低二十到二十五的死亡率 心臟復健不是一陣子的事情而已 它是一輩子的事情 它透過著你生活習慣的一個永久的改變 它才能夠去改善你之後的 整個身體心理的狀況 然後甚至會減少你心臟病復發 或者是死亡率 呂先生經過三個月的運動復健後 從一開始走幾步路氣喘呼呼 現在已經能夠恢復到正常的生活 這次arka的含困 是暴力的 我是暴力的 還是暴力的